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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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回到第二部分了 在未開始第二部分之前 我也呼籲一下各位 我們接下來有人幫我們 將我們節目編排好些 幫我們監製好些的節目 我也是打算交給我身邊兩位同事 去幫我編排一下 有什麼主題曲 利用我們的網絡 邀請一些好些的嘉賓 上來講話 或者大致上講什麼 甚至乎我們接下來 可能輪流 他們幫我們一起去主持一下節目 摩利亞也說 我提供不同的地方 給大家去反壓這件事 好了 先回來 先賣之前第一部分 現在我覺得 就算以前和現在 離開了我們的同事也好 當然有很多大部分 都有機會有些背後我們 但是其實我都說 看完一、二、三 看完死囚的影片之後 一切都不重要 因為為什麼呢 在我的立場 如果他們 就是有些惡習 我不順快清除的話 那我怎麼有新的同事呢 那我怎麼認識到你們呢 那我又怎麼會有一個 現在我很滿意的制度發生了呢 所以有些事呢 我都很明白 建立了一、兩個月的感情 很殘酷不仁 但你作為了管理層 你有些事 我也都不可能 我請了A A很冷散 但我又請了B 來看著A去做的 那變了來計 那一定要親自樂到 因為 在我的下屬 那些事 可能大家都習慣了做Marketing 這件事 就是 都要裝出一副好人的樣子 沒有人想做壞人 沒有人想做 即使有同事做 都會告訴我 他叫的 我也不想 但是在我的立場 我都沒有辦法 一定要背的 壞人這個位置 那盡做 你不能夠討好全世界的人 最重要的是 你做的事是掌握之中的意思 好 完成了 我現在要講的對白 也都不打算說再講回 之前我都 連續一、二、三前 我都打算做一集 是講員工的一些不好的事 壞習慣 或者一些你應該怎麼做的事 我決定不講這件事了 決定不講了 那就完了就算了 好啦 那先介紹 范范 范范是很喜歡電影的 她是 會親自己一個看電影 是啦 她是喜歡自己一個看電影 是啦 還有她很喜歡放同事飛機 就是約在一起 一班人做一些事的時候 她偏偏就是要做其他事 但是偏偏創造這個活動的時候 她偏偏是最多意見的人 所以是很可愛的 是她的性格 是 她想不到也會遲 所以她很可愛 是啦 不會 你看我也不用思考 那阿廉 阿廉 不如你自己說一下 你都會說話 那一堆來的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和大家多多學習 會說話 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阿廉 大家好 Hello 自己本身之前做過幕前的工作 主力也是做CE的工作為主 那為什麼會進來公司呢 我想都是機緣巧合 真的是機緣巧合 因為其實以往的工作 對於我來說是開心的 不過就真的很不穩定 尤其是幕前上高 就好像仁哥剛剛說 有很多事其實都 你自己不能夠決定到 因為有時你有工作的時候 那個量就多了 那你沒有工作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有很多時候就要靠你自己去吃老本 甚至乎做其他不同的工作 可能不關事的工作 所以剛巧就真的想穩定 然後 我問一下又發覺 剛巧請人 不如試一下 還有很好笑 剛剛填的時候 就是剛剛看 我說進來IN的帖子的時候 我是沒有任何經驗的 即是在電影上的界別 我看到那個帖子就說 燈光和收音 好像都頗有趣 那就試一下 然後在那張list上面 我在想死了 但我沒有經驗 不知道行不行 但很有趣 他跟我說見習都行 那就試一下 結果我真的進來 有機會進來工作 還有第一次 我見工是不在辦公室的 剛巧是出境外景 那時候不是人家聯絡我 還有另一位同事 開不開名 Cliff 他聯絡我 他那時候打給我的時候 是晚上 那時候好像十點幾 十一點幾 我都準備睡了 其實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晚睡 然後突然間收到電話 這麼熟口臉 一聽一聽 原來是Cliff 當時他不是叫Cliff 然後他跟我說的事情很好笑 他跟我說見工 但我們出外景 所以可能要你過來 我們不同的地方 要過去荃灣 村農街 剛好 那時候應該是在拍 武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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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去村農街那邊 自己繞了進去去見工 其實那個位置挺隔屍 很隔屍 但那一天是全部在那一天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和他同一個時間 我記得 是否在考驗大家的鬥志 應該是 是 我有想過的 村農啊 就是荃灣大墓山下來 那間酒樓 你不是開車其實也挺不方便 絕對 絕對 所以我真的有想過 那一刻他跟我說約我去村農 然後我說 你有想過去嗎 那一刻我擔心 我因為在想 因為我有些朋友 我跟他說我明天見工 他說見工嗎 他說是 但他約了我去村農 他說村農哪裡 然後我說荃灣 然後很隔屍 然後他說 吃西洋菜很出名 那間是不是那個位置 西洋菜 西洋菜 那間西洋菜很出名 你只是叫酒樓出名 那間酒樓 繼續 真的好吃 真的 你朋友有沒有被人騙 當然有 我的朋友很疼我 但永遠疼我的 永遠經常在後面搞很多事情 就是永遠都是擔心你 擔心你會不會死 但永遠你走出一個空間 就是這樣 會不會死 真的會 會很探心 或者擔心Charlie會不會死 他這些很容易得罪人 很容易收工 擔心你多些 他懂得打 他懂什麼打 我們不還手 是厚度 我沒有用過力 哪個時候喊痛 我怕我不小心 等一下不小心 你打架 你打架 過來 你那個M字壓都沒有了 我給你機會 我剛剛想說Charlie 我第一次的印象是打架 是嗎 第一次的印象是很不安靜的 我第一次的印象不是跟我說 當然是我旁邊 他跟誰說 不記得好像跟同事 是不是樂仔 應該是 應該是 他這些遲了真是橫屎帶頭 很好笑 然後你怎樣 我那些感覺出來給大家聽 有趣的 那件事是有趣的 我真的第一次見公 進去一個敢駕駛的位置 當然那時候 那些朋友 有些朋友仔跟我說 自己小心點 我進去敢駕駛 又沒有辦公室 又怎樣怎樣 其實我覺得 如果那天來拍攝沒有聲 會覺得有些 會假的 但真的有個聲在 又會覺得很實在一點 那件事 也是 很膚淺的 其實這個想法 真的 起碼都做了 有個人認識 有個聲 我來到的時候 剛好是看到Bob 那一刻正在拍Bob的場口 然後來到的時間 雖然前那一晚 我有想過 我真的有想過 會不會約會另外一天 還是怎樣 總是好像不在辦公室見 好像不太好 但想想不是 辦公室的 辦公室 有多少壓人的娛樂公司 那門口很遲 對 反過來就是這樣 我就反過來想 正常 電影公司 你拍電影去外景 他們在忙的時候 你又要見公 日理萬機 你進去走一走 原來那個思維 那個線路清晰 就是好像你這樣想 但有些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世界 他一出生 所有人都會騙他的 那些人 一謀論 那他自己設定了自己 那一套程序 你不走你就是不是 那是有這樣的人 那我覺得 有問過我的 在那裡見好不好 那如果不見的話 我們真的沒有時間見 日落日 就是 日早有凌晨 到凌晨 你怎麼叫別人見 因為 那我又覺得 第一件事是好 第二件事 就是你叫他來 那他肯來當然好 第二件事在我的立場 真的可以來的那些 其實 在我心裏 我已經基本上十成了 都十成請的 是的 十成請 為什麼呢 你真的這樣來這裡 對不對 但是我是有一個沒有請的 是 因為那個人是真的有些奇怪的 說話 都知道不是很清晰 那是那個沒有請的 其實我全部都請了 基本上 那當然有些請了 可能回了一天就不做了 因為原來不是他所想的一件事 是的 那我也要遇到的 那我怎麼會天生知道 大家想想什麼 那也要遇到一群人出來 那我是 就是我對 來見過的人 大致上都是有信心的 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 狠離 因為狠離 這個其實 我 說真的 你有些寫了一大堆英文給我 我真的不是很懂得看的 是的 那時候還沒請到秘書 現在又不同 他會和我翻譯 但是現在 基本上 我都不是很看那份東西 是 其實你騙我都可以的 真的你騙我 我都請你的 你騙到我就可以的 就是最重要 我是請你的人 是嗎 因為如果你見過那裡 你寫我 我什麼要求都不需要 是的 那還不騙人 但是基本上你來看個人 說話清清楚楚 是的 就是當然了 就算你殺過人 放火 強姦犯都好 如果你是熟得罪的 基本上 我是當不知道的 那些 那是貴事嗎 還有看的 事事正正 說話正正常常 我覺得 就是對的了 只要他知道 我們有做電影這件事 就是對的了 是 結果就 請了六個 西了 有七個人來見 就有一個沒有請 請了六個 有兩個 回了兩天就走了 就剩下四個 對 就是你們四個 是嗎 我飯飯 然後還有兩位同事 阿力和阿勇 阿力和阿勇 是的 都幾好的 因為我很發覺以前的同事 我感謝他們的地方 雖然現在有些都在罵我 是 但我現在感謝他們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們令到我的管理手法成熟了 是 是的 我知道應該是怎樣去和你們相處 或者我要擺多少時間 這個是更重要的 是的 所以你現在要繼續做訪問 是的 我知道 你不要假裝拉我回來 我講完這件感情的事 我就會自然說 你不要這樣感情 你快點 你當然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民間疾苦 是嗎 這些人真是 沒有學 不吃人間仙火的仙女 都是這樣的 什麼 不吃人間仙火的仙女 不吃屎的仙女 當然是有這樣的稱呼 去稱呼一些仙氣重的女神 原來是這樣 大小小的哭又說 打架 打架 煩煩你覺得他是什麼人 你不妨直說 本來一開始覺得 太平 哪有這種人 本來一開始以為他很民靜 後來小小的突然間 打架 打架 即是不民靜 煩煩真的很可愛 我是自閉的 自閉完之後熟了就會揹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可以有人做主持是不出聲的 整個節目 不是 你在說話 我給你機會發表 是 我特意要做這些位置給他講話 不是他可以一集 快點問人 只剩下十分鐘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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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大志 你說些來聽聽 或者對現在 對這個工作上 其實覺得為什麼 你會這樣 你現在在做什麼 其實不如你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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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現在主要是負責 長的這件事 但是現在就 什麼啊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說到好像眼濕濕嘴角 和這個 很辛苦啊 不介意 你說吧 然後現在也是負責在活動策劃上面 現在主力是負責 你之後的活動可能經常都會見到我 不知道他出現任何要做什麼 就是我來的 但是你會不認得他 因為他昨晚才穿著一條很漂亮的裙子 露出一雙肉腿 師傅 半小 師傅 師傅的心口 沒有師傅 沒有師傅 只是人的手 還有沒有戴眼鏡 對 很漂亮 然後下一秒就變成男生 不是OK的 你的電影是這樣 兩個小時後就突然變回這件新裝扮 OK啊 他也是很電影 那覺得怎麼樣 不如說一下 快點說 嗯 你意思是只是半年 你現在做了這個 這個原本也不是你想要做的工作 不會啊 因為其實本身我自己是覺得 只要入到電影就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讀編劇的 所以其實我就會覺得是說 那你出來做事 你不可能立即做編劇 那你現在由低學 是你要知道我所有的東西 其實你都不是由低學 你現在是在上面學下去 怎麼會啊 正常理計 你是要做到一段時間 然後才有機會 讓你去親身下去 創造一件事 或者做到核心那件事 現在是直上去那裡 一個到的金字 這樣我回來了 我發覺我們所有的全部都是直上了 突然間 突然捧了位上去 好啊 那你其實有什麼願望呢 我希望 在這間公司裏面 你覺得怎樣呢 我希望可以真正拍到一段 我寫一個劇出來就好 你現在都可以寫的 不用真正的 你現在都可以寫的 你沒有上班都可以寫的 這個好像陳小春那部戲 你現在想上去做什麼 我最想發了一筆之後 就放在草底那裡看著入落 你現在都可以 你現在都可以的 外面已經有 我喜歡他什麼呢 他真的很緊張 我知道他語無論治 平時不會的 那你怎樣覺得 我現在和你們的大家有相處方法 或者一個管理方式 因為我有時都有火爆的時候 但我會 我就不罵女生 當然 我會自己躲在一邊 發火 扔牆 打自己 之後再做好人 對我們 不是好人 是做一些 叫做 溫和一點 那件事上 怎樣 先說說話 先不要 先鴨走 快點留一點時間 給阿廉說 要留一點時間 給阿廉立刻說 快點再說 不要再說 因為他平時很少回公司 但可能真的因為 看完死囚的事情之後 最近每天都見到他 看完死囚 看完死囚的事情 最近每天都見到他 每天都要做辦公生活 真是辦公生活 要多一點的 我都要習慣 幾累都要回來 好了 阿廉 阿廉說一說 你以前 現在和將來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你都想分享一下 都可以說一下 以前 其實以前的工作 我一直都很不穩定 我本身 正如我剛剛所說 私儀的工作 幕前都有 也都在不同的主題樂園工作過 都是做些季節的工作 主要都是季節的演員 演員 演員 一直維持自己的生活 其實都很不穩定 但我真的很喜歡做幕前 剛好其實我覺得 如果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可以給自己有機會 接觸到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做到那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 會比我以前更加好 正如人家所說的 你起碼有一份穩定的事情 穩定的薪金 去發展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就開心了 以前的我其實真的很浮動 現在當然穩定很多 但也當然是辛苦的 但我已經預料了 因為實話實說 其實是有趣的 我記得我上班第一天 第一天 那天剛好也是拍外景 應該是最後一場 沒有記錯 應該是差不多都殺科 但有機會參與 那天我第一天上班 我沒有預期到幾點 那時call time 好像都是早上六點半 六點半 然後我就在想 猜一下 今天會不會有機會 是下午時間走呢 我們又是新人 我真的是這樣想 太天真了 即是那一刻原來拍外景 是可以 即是那個時間 顛倒得這麼厲害 我記得當時是總共 好像去二十 去到凌晨兩點 二十幾個小時 去到凌晨的時間 跟著我那一刻 我是很累的 當然 跟著那一刻 真的都幾金 即是那一刻 我做完事之後 沒有的 因為 你喜歡那些東西不會 因為你喜歡那件事 即是我覺得很好奇 我入到另一段時間 都不關你是不是拍那個人 你自己有一份子 你就會 有一個參與就開心 即使有時沒有我的氣氛 你的心不會 即是甘心地走去 我明白 有些什麼就幫忙 即是因為第一天 其實都是觀察 有很多東西你不懂 在旁邊看 或者有什麼幫忙 有體力勞動那些東西 那就出去幫幫忙 幫忙一下 跟著搞一下 一搞就去到晚上凌晨 差不多兩點三點 兩點幾 差不多 跟著到第二天 都是有call time 然後二十幾個小時 之後我回到去 嘩很累 我看到自己的眼睛全紅了 但是回到家那一刻就累了 真的 躺在床上一睡就睡著了 沒試過有這種感覺 之前是 我也是 我試過有一次完了 我真的第一時間 就是可能連續踩了幾天 是 是瘋了 跟著就去 就去 躺在那個 休息室那張椅子裡 我已經 已經 已經那個身 我是一坐下之後 那個視頻問我 我要批腳和坐熱 就是說的 那時候 立刻已經睡著了 一說話睡著了 我覺得 醒著的時候 其實 即是一醒了之後 我 批腳 不是 批腳那些 跟著已經做完了 已經 完的了 完的了 我一睡就睡了六個小時 在那個休息室 癡癡癡 即是覺得 那個人不是我 那個驅學不是我自己 我首次完全是享受那個過程 但你會覺得是開心的 雖然之前是這麼累 對 還有某程度上是舒服的 即是 其實我真的 有時候你做事 即是你有固定休息時間 那好吧 晚上睡覺我一向都是睡得比較一般的 就是那一晚 那晚一趟 睡了 然後醒了那一整天 還要上班 很睏 其實我有一個 我覺得 我是要給大家灌輸一個概念 就是 每一次可能活動完 或者拍完一部電影的時候 大家會很收拾心情 搞定了 終於吃東西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就會有一件事 走出來 明天放假 是 為什麼會明天放假呢 我們明天就算不用派位 我們都要預備後日的時間 那為什麼今天做完這件事 我明天會放假的呢 即是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整天 有這個想法出來 我就算那些管理層也是 人家明天就要上班 為什麼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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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覺得要辛苦 應該要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所以我第一次那一刻 我回了第一二天 我就知道了 因為第一天的時候 完整整件事 我在想 這麼長時間 我之前沒有試過 跟這類型的工作 我就在想 到第二天會不會放假 然後再隔一天才回來 還是怎樣 原來不是的 到第二天繼續 然後 你只是死了一條髮型 還要上班 會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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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 會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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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我這樣想的 然後我想 嗯 原來是這樣的 明白了 然後就有那個鋪排在那裡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因為始終 當然我們不會 那樣多 我希望 為你比我 我當然希望每天都這樣瘋 為什麼 代表我們有戲拍 描 對 但問題是我們做活動上 都要有這個心態 是 公司沒有活動 哪裡要賺錢開花 沒有活動 哪裡有 有人給我一次拍戲 這個世界上都是那句 你有得做不難 你要保持有得做才最難 我一定是要保持這件事的心態 如果我一個人鬆懈 明天大家一起放假 一定是要保持著這件事 當然如果有專門人 負責控制好這件事 可能就會好些 有一個人是計算著那件事 知道哪些做回放回 能夠平衡到工作量之餘 也能平衡到別人的休息時間 但之前沒有一個這樣的人 慢慢都會好 隨著人多的情況之下 Balien你結個尾 又五十多秒 結個美 美的美 我真是期待自己可以 在公司有個好好的發展 因為這也是我期待的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做幕前 現在有個機會給自己去好好 除了做活動之外 又有機會給自己發揮一下 自己的興趣 期待可以在這個新的一年 還有我自己的目標上高 都做得清晰和好 好 賣味非常好 我亦都給大家看看 我這件這麼正的 無合T 昨天我都送了一件 背隻 背隻 昨天都送了一件給廖碧 你有沒有公開到你那張照 刺獄的照 我們這個由TLocker全力贊助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訂購我們這件無合T 還有公司的Logo 還有無合T的Logo 還有無牌守護者的Logo 這個Logo 就可以和我們訂購了 我們接下來還有很多不同款式的T-Shirt 或者外套去送給我們的嘉賓 或者給你們可以 我送給你們了 我不用你們買的 你要就PM我 我準備一件送給你們 我想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兩位 努力做 希望不要像明天這樣 明天準時發工 OK OK 拜拜 好 多謝人哥 多謝查理 拜拜